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昨天晚上 又發生地面下陷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相關單位也即刻到現場來了解 最重要的第一個 我們要確保市民朋友的安全 所以我們即刻的 周遭的住戶 也請計時工會 他們來進行監測 目前了解有六個人工監測 還有四個自動監測 我想這個部分目前有全面掌握 第二 因為現在已經是星期一早上 所以要確保相關的交通不受影響 我們也即刻了進行相關路段的封路 所以從西寧到環河這一段 南京西路雙向 我們先封路也透過金廣等管道 即刻讓民眾了解 能夠改道 第三 當然我們也要馬上了解相關發生的原因 目前已經掌握確定就是在 深度比較深的衛工館 也就是污水館這邊有破損 所以我們也即刻了先做了分管 就是這一段 我們接下來就要把它廢止 然後相關的衛工館我們在前端 我們就有一個分流也都已經處理好 那現在就是進行開挖 那這部分我們開挖以後 我們就回前盡快把這個部分 做一個完善的處理 市長 這個附近居民反映喔 這周邊喔 經常會有那種大大小小的這種坑啊 是否會對這周邊的那個來做一個整理的體檢 我們會全面的來了解 那最重要當務自己先把這個塌陷的地方 我們把它做一個解決 那當然後續我們也會對於周邊 可能發生或是比較危險的地方 我們做一個全面的通盤的來檢測 好來瞭解